同学们,大家好,欢迎走进沈阳理工大学的中国文化大讲堂。 我是沈阳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赵一凡老师, 很高兴能为大家讲授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。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,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悠久生动的中国文化史。 陶瓷是中国祖先的伟大发明,在距今一万多年前,中国便出现了陶器。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步,这一图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、成熟、推陈出新。 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,中国劳动人民发明了瓷器。 三千多年前的商代,最早的原始瓷器出现了, 之后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和积累, 中国陶器实现了向瓷器的完美进化。 此后,中国历朝历代,造型优美,质地精良,装饰新颖,巧夺天工的瓷器层出不穷。 汉代以后,中国精美的瓷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,享誉海内外。 瓷器成为了中国国家名片,瓷器的英文名称China被用来代指中国。 几千年来,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,陶瓷病区的发展历程。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瓷器的历史。 欢迎观看中国陶瓷鉴赏。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瓷器历史。 在这节课,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中国瓷器的起源、发展和辉煌。 首先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,给同学们介绍了陶器和瓷器的六个区别。 其中,原料的不同,温度高低的不同,和釉的不同,是判断陶器和瓷器的重要标准。 在上节课,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了陶器的发展历史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瓷器的发展历史。 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一下。 这是商周时代。 商周时代是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代开始, 经过了西周、东周、汉代大约一千八百多年。 这是中国陶到瓷的重要的发展计划时期。 主要的特征是这时候出现了瓷土。 人们在制作瓷器的时候,在烧制的温度上可以达到一千一百度到一千二百度。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瓷器,因为温度并没有达到一千二百度以上。 所以这个时候的瓷器,人们称为原始瓷器。 因为它的表面有灰色的幼,呈姜黄绿色。 大家请看图片。 这个图片和第三张图片,这是姜黄绿色,和最后这张图片的青灰色。 所以人们又说这个时期的瓷器叫清幼器,或者叫幼桃器。 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代。 东汉瓷器是在公元二十五年到二百二十年。 这时候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,是因为烧瓷温度达到了一千二百度以上。 大家看下边的四张图片中的瓷器,我们可以看见,这时候瓷的质量更好了。 在瓷器的表面有玻璃又,又很厚,而且这个瓷又薄又光滑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瓷器出现青色,人称东汉青瓷。 那么我给同学们来介绍一个东汉青瓷魂瓶,这个瓶子在中国非常有名。 大家请看,在这个瓶子一共是分为五层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那么这五层当中,三个是大瓶,而每两个大瓶中间各有四个小瓶子。 而每两个小瓶子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装饰,包括鸭子、鱼、鸡、羊、鸟、猪、狗等等。 而在小瓶子的身上还有人形、双眼、嘴巴等花纹。 好,这是东汉的瓷器,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魏晋南北朝时候的瓷器。 这个时候的瓷土和幼就更好了,而且在中国烧瓷的技术更高了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个时候的瓷器更漂亮,更精美。 大家从图片当中可以看到,这些瓷器的样子非常的独特。 而这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出现了,就是在南方,烧瓷的摇场开始增多了,而且发展得更快了。 什么是摇场呢?我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。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,这就是一个摇场,也就是制作陶瓷的工厂。 工人师傅们在这里边工作,制作美丽的陶瓷。 好,那么在这儿给同学们介绍一个西晋清幼堆塑股仓。 这也是一个在中国比较有名的瓷瓷,那么它的特点是在于,在这个瓶子的上方,这里有三层楼,而每层楼的中间还有狗、鸟、老鼠,一些动物装饰。 还有八位乐者在演奏着不同的乐器。 这样小小的一个瓶子上面,却装饰了这么多人物、动物和建筑。 在当时两千多年前,这是一个奇迹,希望大家对它会感兴趣。 接下来我们走进隋唐时代,看看这个时代的瓷器有什么特点。 隋太时期是在我们现在2500年以前。 这个时候南北方的瓷器发展得都非常的快,北方和南方的窑场和瓷器明显增多,人们对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,而瓷器的样子也非常的丰富。 大家请看这些隋带的瓷器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叫做又不到底。 什么意思呢?同学们请看这些图片当中的瓷器,上边有又,而下边没有又。 所有的又只上到了靠近下边,也就是我们说平底的地方,并没有完全到平底,所以就叫又不到底。 那么这时候的瓷器也经常会用花、草、叶子来装饰。 而且更重要的是,开始出现了白瓷。 因为白瓷是对于烧瓷工艺要求比较高的,所以白瓷的出现代表烧瓷记忆的成熟。 到了唐朝,也就是618年到907年的时候,中国这个釉料和烧瓷的技术就更加完美了,而瓷也更白了,达到了70%以上。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,很多的瓷器出国了,在这个时候有两个瑶场非常著名,一个是月瑶的钦瓷,一个是行瑶的白瓷。 那么在这时候有一种说法,叫做南清北白,也就是说,南方的月瑶、钦瓷非常的好,北方的行瑶、白瓷是最好的。 这时候的唐朝是进入了瓷器的时代。 大家通过图片可以看到,这是唐朝的瓷器,非常的富贵、华美,而这个是白瓷,而这是清瓷。 好,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元时代,看一看这个时代的瓷器又有什么特点。 宋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成就最高的时期。 这时候的烧瓷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了,而且瓷器的种类非常的丰富, 右色也非常的漂亮,以单色的瓷为主。 这时候出现了很多的瑶场,而这些瑶场其中以五大名瑶最为出名。 它们是官瑶、定瑶、乳瑶、歌瑶和军瑶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这五张图片,分别来自于这五大名瑶。 首先第一张图片,这个花瓷,就是官瑶的产品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瓷造型美观,颜色透明。 第二个,定瑶,专门出产白瓷。 所以这个花瓷就是来自于定瑶。 第三个,乳瑶是以出产茶壶、茶杯而出名的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茶杯造型非常的独特。 而歌瑶的这个陶瓷是看起来像猎问一样。 哎,这是歌瑶瓷器的特点。 而最后这个小杯子,五颜六色,是君瑶的特色瓷器。 那么我们从这些瓷器可以看出来, 当时在宋代,中国的瓷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顶峰。 好,接下来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元代的瓷器。 我们分成三类介绍。 首先我们来看单色的柚瓷。 大家看这些图片当中的瓷器, 大家发现这些瓷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 都是圆圆的、壮壮的、大大的。 哎,这与元代时期的蒙古族有很大的关系。 因为在元代是由蒙古族来统治国家, 所以整个时代的瓷器都表现出来大而圆的特点。 在元代,瓷器发展也非常的繁盛。 有四个非常著名的窑厂。 景德镇窑、军窑、龙泉窑和瓷洲窑。 这个时候,大量的瓷器生产出来而出口到了国外。 好,那么元代第二类瓷器也非常有名, 叫做幼里红。 那么生产这个瓷器的是江西的景德镇。 这种瓷器的生产是非常难的, 它是在右下用红色的材料绘上彩色的图案, 而且需要1300度的高温才能烧制完成。 对于烧瓷的环境条件要求极为高。 这种幼里红的瓷器数量极少, 所以十分的珍贵。 好,接下来我们看元代第三类瓷器, 叫做青花瓷。 这也是我们外国人最熟悉、 最了解、最喜欢的中国的一种瓷器。 而发明这种瓷器的也是江西的景德镇瑶。 青花瓷,我们从它的名字可以知道, 是在瓷的上面用蓝色的花作为装饰。 大家可以看到, 这些瓶子和罐子上面都有蓝色的花纹图案。 那么这种青花瓷实际上是产于唐代的, 而到了元代开始流行了。 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的青花瓷都出口到了国外, 一直到今天都非常受外国人的喜爱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明清时代, 看看这个时候的瓷器都有什么特点。 在明代之前, 中国的瓷器以单色瓷为主, 而从明代开始, 瓷器上的色彩变得更多了。 瓷器的种类丰富了, 而上右的方法也多样化了。 于是,到了明代, 瓷器出现了豆彩、 五彩和金彩等工艺。 那么大家从这些彩屏上可以看到, 很多颜色, 很多美丽的图案, 而在明代, 彩瓷的数量大幅的增加。 同时, 在景德镇, 青花瓷的烧制的工艺也达到了顶峰, 越来越多的青花瓷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。 在明代的瓷器基础之上, 青代的瓷器也出现了进步, 出现了粉彩和法郎彩。 大家从图片当中可以看到, 这是粉彩, 这个是法郎彩, 而左边的这个瓷瓶, 则是很多的烧瓷技术的集合。 大家看, 在这个瓷子上, 有青花瓷, 有法郎彩, 有粉彩, 有豆彩, 有五彩等等。 这个时候, 中国的瓷器的烧造水平登峰造极, 我们可以说, 这个瓷瓷代表了中国最高的烧瓷技术, 而景德镇这个瓷场, 这个烧瓷的地方, 它的瓷器则是代表了国内甚至世界的致瓷的最高水平。 到这里, 关于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历史, 老师给同学们介绍完了。 接下来, 我们把上节课的陶器发展史, 和这节课中国古代的瓷器发展史, 给同学们总结一下。 从一万多年以前, 中国出现了最古老的陶器开始, 人们在养勺文化和大问口文化当中, 发现了代表的陶器。 在商周时期, 出现了白陶, 为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。 之后一千八百多年, 中国的陶器向瓷器开始完美地移动。 直到东汉出现了真正的瓷器。 魏晋南北朝, 瓷器的工艺大幅提升。 到了隋代, 白瓷出现了, 而白瓷的出现则代表着瓷器工艺的进一步提升。 那么到了唐代出现了南清北白, 也就是南方盛产青瓷, 北方盛产白瓷。 宋朝是中国烧瓷技术的顶峰。 到了元代, 出现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瓷器, 一个叫青花瓷, 一个叫做幼里红。 而这两种瓷器, 它非常的珍贵, 很多出口到了海外, 深受外国人的喜爱。 而从明代开始, 中国的瓷器变得色彩丰富了。 豆彩, 五彩, 粉彩, 法郎彩, 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最后, 中国所有的陶瓷技术都集中在了一个瓷屏身上, 而这个瓷屏则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。 好, 那么到这里, 我们关于陶瓷的发展历史都给同学们介绍完了。 下节课, 老师将给同学们讲一讲陶瓷的制作, 希望同学们爱中国也爱陶瓷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